恐怕会有700万人染疫 而北市联合医院总院长瞿大成 他也说会有2.3万人重症 就怕到时候医疗量能崩盘 柯文哲也加码宣布 从明天开始 台北市全面要启动确诊者的居家治疗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拘隔得太累了 柯文哲在记者会中 大打哈欠的画面也被全程曝光 双北疫情大爆发 北市新增287例 新北则是暴增了583例 台北市长柯文哲大胆预言 4个月内台湾恐怕会有700万人染疫 再加上指挥中心团在选举年大转弯 宣布要与病毒共存 柯文哲狂算中央 也许不到700万 但是超过100万应该是一定会发生 台湾是因为总统 来造成一平失控 问题是我们去年台湾也是选举的 要选举大家都清楚 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会跑出来 700万人染疫如何算出来 北市联合医院总院长曲大臣说 以疫苗覆盖率7层来看 若剩下三层国人都染疫 等于就会有700万人会感染 再以0.5%的重症比例 预估全国将会有2.3万人重症 柯文哲紧急宣布20号起 北市启动确诊者全面居家治疗 从明天开始台北市12个行政区 凡是确诊者的原则上就居家治疗 只有那种家里客是很不适合处的 我只会说你就是担心 没有什么人可以照顾 独居老人 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考虑说 把他移到防疫专转离馆来照顾 北市府又爆出交通局员工确诊 一共有5层楼全沦陷 柯文哲聚隔期间视讯开会 没想到却被捕捉到 当立保院长游席困在致词的时候 后方的柯文哲 似乎极度被周贡喊到快崩溃 毫无遮掩张大嘴巴打起了哈欠 嘴巴甚至大到难以忽视 而这头游席坤一本正经狂致词 另一边的柯文哲却抓耳朵来提神 张大嘴的这一幕让人看到大傻眼 市长说是因为我开会开太累 不知道是不是游席坤发现 我说话市长却很想睡 最后这句祝福让柯文哲想睡都不行 也祝福柯市长国理都很顺利 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游席坤好意要市长别打瞌睡 但原来是居隔期间防疫指挥官 真的很累 记者黄义俊 徐光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